江户部公共局把今年定为自行车旅游年 花东纵管处规划了四条特色自行车路线 纵管处长郭振林表示 花东小镇自行车慢旅活动精心设计的四条路线 5月29号推出三条路线 包括了25K稻米之乡老牌约会 16.7K池上小镇农村巡礼 17.6K海端部落命运探险 还有46.9K板块奇遇夏日首座 请大家一起来体验花东旅游 2021自行车旅游年 骑去花东活动搜罗了各式好吃好玩的景点 为使参加者留下专属回忆 更加码推出电光部落竹炮体验 阿美竹串烤等等的部落生活体验活动 保证让参加者的花东小镇行值回票价 因为今年是2021年 是我们观光局主推的自行车旅游年 那我们花东就是之前在1996年就已经把他打造成为一个自行车的乐园 那已经完成了很多自行车路网 包括环岛一号线环支线以及一些多元路线 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个自行车漫旅的方式 能够体验我们花东漫旅的生活 然后好好的享受这个台湾 我们东部的这个小镇的风情 还有一些森林温泉 以及当地的民俗跟特色 以及美食 希望能够把它结合起来 经销推广 来从我们花东的旅游特色 郭振林表示花东重管处自行车活动已经迈入第四个年头 正值2021自行车旅游年 重管处也致力于自行车活动中求新求变 小镇漫游除了是推出原住民部落文化美食体验 让参加者来厂餐桌上的部落旅行 更推出了蓝带主厨下乡去 让旅发蓝带民俗以花东在地食材创作的法式台式料理 来满足韜客对美食的渴望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